腔腔三人行 那天咱们跟这个丹青老师聊天 聊的最近这个斯诺登 咱们说到一事 说事情常常是年轻人干出来的 他来神了 他说我想到要讲的了 你想到要讲什么 咱们那天说那个年轻人的事 我倒也不觉得 我们不能太强调 就是美国比方说 特别比方纵容年轻人去做什么 我感动的是 他们三代之间的关系特别好 你每年看奥斯卡奖 你说是不是 一个是要纪念当年死去的演员 第二纪念是终身成就奖 第三的当然很多老人马出来 但是每一届都会出来心脸 而且不很小的 你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就是他永远这个衔接 这个链条没有断过 没有断过 我插一句话 我问也就是你比如说奥斯卡那个 终身成就奖那个上来 全体都站起来 真心的为他鼓掌 你看咱们中国人 就是年轻人在老师辈的人面前 你看甚至于我 我也有什么要求 你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跟我的领导谈话 当然 因为他是我的师长辈 当然 就是莫名其妙的 你会觉得就这个就是没法说 我不知道在美国 如文化的后果 美国的话 一个年轻人和他的老师或者他的领导 比如说在一般社交场合 他说话会不会有点缩着 或者有点谦卑 他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永远鼓励你说话 然后到家庭里你去看 就是爹妈跟孩子说话都是商量的口气 然后稍稍大点还没到18岁 差不多就是一个一个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在亲属上是还是个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 但人格上是平等的 小孩不会认怂的 脸上没有遮拦看到大人 你家里来个客人 他就进自己房间了 这很多很多小结加起来 所以年轻人不怕年纪大的人 年纪大的人也不怎么说 就是永远要在小孩面前证明 我比你大 你得听我的 这只有儒家文化才有的事情 所以这个变化正在形成 在中国相对有教养的家庭里面 高层的中产的 或者是老百姓家里 我发现上下两代关系 慢慢在现代化 就没有那么专权 那么咱们从前叫封建社会 这个情况在改变 但是因为这个惯性太长了 它两种结果 一种太大自由 就你刚才讲的 就没大没小 逆爱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太纵容 太纵容 就那种富二代 官二代 还有当然老百姓家庭也有 就是尤其一海政策以后 反常 中国总是从这个极端 走到另一个极端 而且我们还有另一个情况也很奇特 比如说不讲所有领域 就讲文化圈或者文艺界 在美国或者有一些国家 我看到他们年轻人 对上一代人那个态度是怎么样 他会觉得没错 你的东西是属于过去了 比如说从电影来讲 这个人是个老了 他已经过去 但是他还是会尊敬你历史上的成就 尊敬你做过的事情 他们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一方面比较平等 但是年轻人也还真的是会尊敬一些长者 但我们这里情况很奇怪 我们这里是表面上他很尊敬你 实际上都想干掉你 然后呢 当然年轻人从来都有一种世负情节 但在中国我觉得好像尤其严重 就是那种表面上看着你客客气气 但是实际上你觉得他们好像一帮人 总在想着是怎么样把你们灭掉 其实是心里面是瞧不起你的 我不知道怎么行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讲的 我明白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形容为婆媳关系 其实我今儿男女没办法 你是我老板 你是我领导 你是我教授 我男女没办法 有一天我熬到婆 我也这样对下面 对 这个是更普遍的情况 因为中国这个权力结构 然后这个传统 然后今天这个现实 你没办法 你得罪不起 真的得罪不起 要你走就走 所以他慢慢人格里会攒这个东西 攒够了以后 老子今天在位置上了 他的记忆都跟着他 然后就折磨下面的人 对 我也觉得是就在中国有时候办事很麻烦的就是这些管事的在某个位置上的人 他来这上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尊心的 这个你就很麻烦 但问题是他年轻时候可能也是被羞辱的一塌糊涂 好不容易才今天当到这个老板当到这个领导 那难道美国就不是这样吗 没有这种 有 而与我诈 那种不公平 然后欺负人 他觉得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问题是 一个是大文化不一样 但还是一个所谓人权 然后这个这个 怎么说相对平等 然后相对讲理 最后还有一个法治在那 所以我刚到美国非常惊讶 就是爹妈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 就太客气了 很客气 很客气 然后很理性 很理性 如果要争起来 就双方忽然在第一波怒气起来以后 会立刻都平下来 I'm sorry 这个这个这个 为马上为刚才的 然后他有一个一个 普遍的一个游戏规则 就如果你说I'm sorry 我这边也立刻就降格 对 就是 就是 烦怒是破相的事情 这教养也就是这样养成了 就是 就像个网络一样的 就大家都在这个游戏规则当中 我女儿在在在小学里上学 上学呢 比方东欧的孩子 南美的孩子 就是白人孩子 什么这些 有时候玩得很好 有时候忽然因为种族的关系 种种原因 就是小孩子 就不理了 不理以后 我发现没有一次 在过了一阵以后 都会塞个条子过来 I'm sorry 就就请你原谅我 它是一个会道歉的社会 坏事照样干 但干过以后 他会道歉 非常非常多 你去看任何美剧 这是 每一集里都会有的 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点点就相差太大了 人跟人关系相差太大了 中国社会好像死不到歉 或者一般家庭桌子一拍火上来 你们拦不住我 老子今儿个怎么样 你在国外这是破相的事情 不要说有客人在 你就一家人在那里 你发火了 大家立刻就不直升 就其实行啊 你发吧 就是羞耻的事情 用不着很有教养的人 都会这样 其实它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 在这个氛围里的人 也就习得了这种交往方式 咱们来说那个 就美剧 我这真是太奇怪了 我在纽约就是 常年累月就看中国连续剧 然后回来以后 我是不要看美剧的 可是这些年美剧变化 自从什么信誉城市 一路过来绝望嘱咐 我现在在北京 所以有时间我就看美剧 最近看的两个 刚好跟咱们昨天谈的 那个事有关系 就是一个纸牌屋 一个国土安全 你们看过没有 我们都聊过国土安全 但我看过纸牌屋 吓坏了 那个国土安全 当然光是这两个 具有大量可以谈的东西 就是其中 各有两个年轻人 决定了整个剧情 一个就纸牌屋里 那个小记者 非常小 等于咱们这80后 是小记者 遍地都是 就靠他一个人 当然不是靠他了 就是国会 那个党编也利用他 但他也立刻知道 怎么配合 怎么上这个杆子 这一下子 就是很多轩然大波 就从这 这小孩手里出来的 而出了事以后 他又知道进退 他知道怎么自保 然后又知道怎么护人 当然你说这个是剧 但是我自己都经常见到 在纽约 有这样非常干练的小孩子 地位非常低 但是表现出色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那个 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 那个Carrie Carrie 一切从他开始 其实 他盯牢了这件事情 这家伙有问题 就是在所有领导那儿都受阻 但问题 这个故事是美国 所有这类 这类谍报片都有的 就是领导 就不相信年轻人 但他最后总是会让你相信 亏的是他 这事给脱节了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因为我相信完全虚构不可能 他照咱们说法很有生活的 据说格林顿看了这个 说现实政治比这个还要可怕 据说我不知道克林顿 不不 对不起 就那个奥巴马 奥巴马 奥巴马看了国土安全 说真实的政治要比这个 还要还要险恶 我不知道他怎么有时间 看看这个 这我觉得都是 我是没看全了 但是 都看好莱坞学习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胜利的喜悦过后 他们突然陷入敌人的重围 突围的路上 一张过时的老地图 又让他们陷入凶残的粤军 和丛山郡里下的迷失 三十七个尖刀般的弟兄 用生命与鲜血 生死相依 经历了怎样的五天五夜 尖刀般的五天五夜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因为以前不有句话 叫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我想在今天这个传播世界 有时候真理在很年轻的人手里 他未必对 但是 不要说年轻的 包括孩子 孩子他 人大了才虚伪嘛 才知道事情的厉害 才知道想各种技去 去圆这个谎 其实越小他越真挚 他对危险 对怀疑的事情 然后对他感觉到 但他还说不出来是什么事情 他真的比所有大人都敏感 那你放到政治的事情 放到情报的事情 你真的不能忽视一个年轻人 而且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那么所以他立国以来 他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个年轻的国家 他跟欧洲的分别就在于他比较没有更多的包袱 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移民到美国 为的是要放开过去的背后的种种的东西 寻找希望 所有的移民去美国 其实都是想再当一次年轻人 就是个年轻的国家 最年轻的国家 所以你看他这种文化里 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 他真是里边渗透出有点烦恼 反权威 你看往往总统是错的 这个上级是错的 往往一个 但是他另一面 他规矩很严 就总统就是总统 情报局长就情报局长 对 就是这个程序命令 然后层级又非常非常严 绝不像咱们这样 就只要有走关系 你什么事都会发生 但是你看你刚才讲这个 跟我的一个观察 也有这个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你说年轻人最真挚 可是实际上 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有多真挚 他会用很可怕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并不说年轻人都对 闯祸的都是年轻人 但问题很多事就是闯祸闯出来的 对 你要说的是什么 对不起 我要说的是这个 我觉得真话 现在今天在中国 我感觉到的 真话往往还是他这个年龄的人说出来的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说出来 所以我倒有个相反的观察 你看平常咱们去主持一些年轻人的这个活动 我就都发现 我说怎么年轻人说的都是假话 我跟你说 这是我最难受的 这是这二三十年教育的结果 我年轻的时候 就文革时候不是这样的 文革的老人不敢说话的 中年人不敢说话 说说了完蛋 就唯一敢乱讲话的反而是年轻人 当然再不要说红卫兵的不用说了 我只是真话假话不去说他 就敢说话 或者说话不知轻重的只有年轻人 可是现在 我看得太难受了 就是80后90后好事故啊 因为他非常清楚 这不是吃不了扛子走啊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中国有一种特产 太事故了 中国这几年有一种特产 叫做敢讲真话的老人 是 很多什么社会科学政治各种领域 所谓敏感事件 很多时候都是老人来揭发 很多的时候 这几年不是特别多吗 有一些我们说一些知识分子 大家很敬重 什么什么老先生 什么老先生 80多岁 90多岁 他这时候 他说这番话 分量太重了 因为他说的真话 周永光 所谓老人就是我这一代人 我这一代人 其实就是文革记忆 文革记忆呢 文革的时候 大家集体是恐惧 今天是集体是事故 集体是事故 那会儿集体是恐惧 可是我们这批老人 在当时是80后 是当时的80后 70后90后 而当时的文化 是鼓励你说话 毛的文化是鼓励你说话 然后再打死你 而且有点太鼓励你说话了 大字报就是一个形式 然后是各种集会 各种各种 那不叫讲演 那个就是大家 大家斗嘴的呢 所以这个记忆跟着我们 我们到老了以后 我们可能是 这个习惯还没 还没 我们也是满嘴空话大话 我们这代人 老人太多了 但是我们不像 现在孩子这么事故 就一句话出来都想过 而且其实我觉得 这个老 也不叫老人了 就包括我这个岁数的人 其实也是事故的 但是好像呢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 或者说是这个能力 能够在 能够在说真话和事故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 有时候你还听见 他能说出一些 对他没有什么危险的 一些所谓真话 反而你看 我看到年轻人 我发现是什么呀 他还不知道 怎么对付这个局面 于是他只能去模仿 模仿报纸上的说话 模仿领导说话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你看反倒是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其实这里边 有种深深的狡猾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我能做到 我觉得说完这番话 我也没法违反我的良心 可是我也知道 谁也对不着我 实际你是到了一个年龄 你有了这个经验 你年轻人 他没有这个技巧 所以就会出现 刚才我讲那种 今天我们有时候开玩笑 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多 老知识分子 敢批评一些东西 敢说什么东西 很多人就说 他们也年纪也差不多了 就再不说 也没得说了 而且说了又能拿 还能拿他怎么样呢 我们是正好反过来的 真话是 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他们电影里面 电视里面 总是年轻人在说真话 我们这边总是老人在说真话 年轻人正在学习说假话 你看你想想这个谁啊 这个纪献林讲的这个名言 就是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这老狐狸啊 这老狐狸 这个人能分清真假风险之计 这是需要很深的事故 这是恐惧教育 恐惧 恐惧的教育 可是你觉得 真的像那个时候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年轻人放胆 想怎么来怎么来 不是说那天下大乱吗 一部分 一部分 因为在文革初期是 年轻人被纵容这样 大面积被纵容这样 你想可以打老师 打校长 可以造反夺权 那这代人 他这个行为记忆和话语记忆 他会一直跟着他 后面的种种别的经历 上大学出国什么或者做生意 他可能改头换面 但他青春记忆不会走掉的 你说那个时候的人知深浅而不知深浅 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那个时候的红卫兵 他就说他一直就背负着一个负担 他现在好像要忏悔他说出来 前阵子就有人道歉 对他打死人 打死人 当时是当时打架好像不觉得会打死人 但是他就恰恰出了一个 他说我拿着个棒子 两卡车的人 还戴着六条帽 他追着一个人打 打了两棍子之后 他才知道那个 他的棍子头上是带钉子的 后来那校医说 这个人没救了 他就完全拿这个一盆凉水兜头 这就我刚才说的 年轻人的勇气 是因为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他刀子下去不知道这个人会死的 那会儿太平天国 很多农民起义革命队伍 都是teenage十几岁的孩子 他不怕死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死的 什么是痛 他都不管的 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不能夸张年轻人的作用 年轻人的无论是所谓正能量负能量 不能夸张 在美剧里面他有点夸张 就是那种老青之间那种戏剧性的 对立转变什么这种剧情 他有点夸张 但是我看美剧为什么 他会让我觉得 跟我在那日常经验非常契合 是契合的 绝对契合 绝对就从生活中来 略高于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虚构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 就我觉得他衔接的很好 我主要佩服就是 他怎么可以拍这些 他是个想象力不受管束的一个国家 对 然后是想象力没关系 你可以想象 你甚至可以拍 问题是怎么可以供应 是 因为我现在长期待在这个空间 对 我不能想象 不可思议 怎么可以这样 这等于国家安全局的结果 是个精神分裂政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 比如说光从去年到今年 起码就有三部电影 是描述白宫被轰炸了 总统一有空军一号被打下来了 然后总统被劫持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他把所有国家手脑描绘成 都很阴暗 坏透了 就是 这个很多嘛 我觉得 我们 我觉得是没有 就符合我们像讲那个讲法 就是说 全世界人民都会觉得 美国人 他们绝对可以拍这样的戏 而我们都觉得他们的手脑 果然都坏透了 白宫是随时要被攻破的 总统随时是个混账 怎么样 但是全世界人都不会这样子看自己的国家 这就冷战那个笑话 你听过没有 就是 就说这个 美国人跟苏联人聊天 说你看我们都有言论自由 我们一天到晚给骂总统 然后苏联人说这有什么了解 我们也一天到晚骂你们总统 你觉得这个故事谁 这故事好像是里根跟戈尔巴乔夫说的 是吧 我估计斯诺登就是看国土安全看多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种力量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古武你 成就你 同国武 共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 一九八八 沉静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 玉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渡浆区 这个美国这样一个 他也真的能够运行不备 这个很奇怪 照咱们感觉 你这个电影 这个一切的创作文化影响人心 你把总统说的这么坏 这怎么可能大家对总统还尊敬 可是你刚才美国好莱坞就这样拍 可是奥巴马选的时候一样的家伙 无数人崇拜 认认真真的投票 他这个是 我说呢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国民 成熟的国家文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知道电影是电影 现实是现实 转化为影剧以后 他又变成一种 其实是另外一种平衡 你觉得是吗 而且我觉得美国还有一个特点 就你刚才讲 美国有某种的仪式感 那个仪式感 比如说你说尊敬总统 比如说你刚才讲说 他到时候那个权威还是很清楚 总统就是总统 陈吉很清楚 有一点非常奇特 就是我也是看了一个英国的作家 写我才意识到 就你们注意美剧里面叫总统 比如说当年白宫群英也这样 你跟他再好的哥们 你帮他竞选 本来兄弟 比如说你今天当上总统了 但是一当上总统那天开始 我叫你就叫做总统先生 不再叫你文涛了 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那我就看一个英国作家 他说他也是去了美国之后 他赫然发现 为什么美国人连一个议员 一个参议员来 都叫做Mr.Senator Mr.什么Congressman 他说在英国 反而是比较平等的 任何首相啊什么都叫什么 什么先生就算 不会叫你的职称的 在英国只会叫什么 假如你是封爵了 叫你什么什么爵士 对不对 sir 但平常任何政治人物 你首相也好 部长也好 没人叫你Mr.Promise 就叫你Mr.Camero 金马仑先生啊什么 就这么喊 他说为什么美国 明明这么年轻的国家 理论上应该是英国人 会比较喜欢喊人 职称呢 或什么 他说不 反而美国人会 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美国反而是个 特别重视 职称 仪式感 对制度更敏感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点很特别 他一方面 你可以说他可以 很反权威 但是那个权威的形式 他很在乎 咱们是尊卑 他们是有尊重 人与人之间 还有一个美国 有些地方跟中国蛮像的 在官僚文化上 不是指官僚主义 而是官僚在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管文明启示录 前一阅 然后一定要 一定要强调 的开始 想要主导